一小時兩分鐘 21K 今天補給策略 希望周到你又補給 就是順順的完成 然後快樂的去玩 跑步就好 然後一個小時的時候吃兩顆 其實你可以說不方便透露 不方便透露 那我得不方便透露 謝謝 恭喜 謝謝 哇 太多了吧 謝謝 謝謝 來到釣球員 今天來到了長榮馬拉松 究竟長榮馬拉松這場知名賽事 上萬名跑者 今天都穿什麼樣的跑鞋 參加什麼樣的距離 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要加問一題 今天的補給策略是什麼 欸必須要講 今天長榮馬拉松 滿滿都是人海欸 OK 我們就來去終點找一下跑者問問 OK 我們第一位要採訪到的是我身邊這位跑者 今天跑的半馬 今天跑半馬 105 1小時49分57秒 10K 10K組 那你今天的玩賽成績是 1小時 1小時兩分鐘 62分 所以均數大概是6分10秒 6分20 6分2秒 6分02秒 嗯 我今天參加半馬 那你的玩賽成績是多少 欸手錶是1454幾吧 哇 蠻快的105分 5分數完賽 對 21 半馬 兩個都是半馬 那玩賽成績是 18 18 你們一起跑嗎 我們是同學 所以你們是一起出發一起到終點 對 我們是剛好速度同歸 21K 2小時20分22秒 今天參加二半馬 那你玩賽成績是多少 94半 94分半 對 你的衣服跟我們長得不太一樣 你是參加什麼距離 我是參加3K組的 那你今天的玩賽成績是 我還沒還沒起跑 什麼意思 7點半還沒起跑 你是幾點開賽 8點半 威化爆山公里 好幸福喔 我今天是跑10K 那你的玩賽成績是 58分18秒 半馬 半馬 那多少成績 226 240 其實你可以說不方便透露 不方便透露 那我才不方便透露 我們都不方便透露 今天穿什麼跑鞋 EASMEDASPICK 這個是SKY還是A SKY 穿什麼跑鞋 WALSTON12 哇 感覺這雙鞋怎麼樣 蠻不錯的 鞋比我兇 是嗎 鞋比我兇 但我覺得1055這個配速 駕馭這雙鞋 差不多差不多 你今天穿什麼跑鞋來參賽 今天的話是穿HOLKA的Clifton 9 那你今天穿什麼鞋子來應戰 我今天穿Nike的VAPER FLIGHT 3 那你穿什麼跑鞋 NORMA PLUS 2 這雙跑鞋就跑94分半 那如果你穿碳板跑鞋 那這位可以推薦我拿一雙碳板 哇 我口袋名單超多的 隨便講出來什麼Nike ALPHA FLIGHT 3 那艾迪達 ADIOS PRO 3 亞瑟是META 太多太多了 那你今天穿什麼跑鞋 PRO 3 ADIOS PRO 3 那你呢 ASICS META SPEED 這是META SPEED SKY 還是EDGE 那你今天穿什麼跑鞋 我穿 我爸媽剛送我的 不知道什麼型號 對 反正就是很新的 Nike的VAPER FLIGHT第三代 好今天穿的是 NEXT PERCENT FREE 我穿那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 ADIOS PRO 3 PRO 3 PRO 3 對對對 那凱德這雙咧 美金龍 美金龍的 Flash 2 對 好穿 好穿 太好了 但是你的成績不方便透露 你真的沒有說服力 我也要遮起來 遮起來 遮起來 這個還在研發中 不方便透露 沒有沒有 我 真的要跟大家講 長跑就是要練 一個禮拜至少要堆個兩天三天 因為我 因為我之前都去衝浪 我以為衝浪可以 稍微轉換一下那個能力 並沒有 沒辦法 完全沒辦法 原本是一個禮拜兩三天 我們現在是一個月 兩三天 兩三天 沒錯 這位感想了 這位感想 你最近是備戰什麼 跟大家分享 我備戰 我要短跑啊 所以我都在練衝刺 所以會看到我走路正常的 走路正在蓄力 走完就跑 走完就跑 那個能量條還沒滿 他是四狀運短跑前狀 所以在路上有些人看到說 會有兩群人 會有一群人說 那個凱都一直用跑的 好快喔 那一群人說凱就這樣走 對對對 他們看到不同時期的凱 那最後你在這場比賽 吃的補給策略是怎麼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賽了前半小時吃一包果膠 然後大概八跟十五個吃一條 所以總共是三條 出發一條中間兩條 對 然後水在每一站都有進 太好了 今天天氣太熱了 拿水很難是不是 我們有拍過那個教訓影片 再會去多看幾次 好 9公里吃一次果膠 可是還有10次 9公里吃一次果膠 17公里吃第二次果膠 對對對 那你出發前有吃嗎 出發前有有 出發前有吃 所以總共就三條 對對對 三條 那你是第一次來台灣跑比賽嗎 對對對 我今年跑只是一年 還沒有一年 我是23年12月才開始 對對對 那你覺得台灣這樣比賽跑起來感覺怎麼樣 挺好的 挺好的嗎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但我必須說今年的長龍馬有點熱 以往沒有這麼熱 今年特別潮濕 對 所以跑起來不太舒服 我香港的天氣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天氣亮了 已經很適應了 很適應了 10K有沒有什麼補給策略 今天有點臨時 所以就是中間每個補給站都有停 有點臨時的意思是你忘記要比這樣比賽嗎 有一點狀況不太好 我今天因為知道會比較熱 所以我有先吃一顆電解脂膠 然後賽前 然後一個小時的時候吃兩顆 然後中間就是每40分鐘吃一包果膠 哇 跟我差不多繁忙 比一場比賽吃一堆東西 今天94分有沒有什麼補給策略 今天補給策略 其實我從頭都沒有補給 都直接跑到底 對直接跑到底 你說沒有吃果膠 但有喝水嗎 只有喝水 只有喝水 還有運動飲料喝嗎 運動飲料沒喝 吸空氣 太強了吧 所以我從13K開始的時候 每一公里就開始走一下 我跑到快抽筋 今天天氣很熱 今天很熱 而且蠻濕的 下次如果你吃補給品 可能可以再更快一點 每個教練都這樣講 我會開始學習吃補給品 三公里要補給嗎 你有什麼補給策略嗎 三公里沒有補給策略 就是順順的完成 然後快樂的去玩 跑步就好 那你們今天有沒有什麼補給策略 每七到六到七公里吃一包膠 然後沒沾喝水 所以你都吃兩次 對吃兩次 那你呢 10K的時候吃一條膠 一次而已 然後看到水沾就喝水 都喝水 我今天是在3K還有6K多的時候看到水沾 是 然後我就在那邊喝了兩杯水 對今天就只有喝水而已 沒有吃果膠 沒有 因為10K 我是 我的習慣是沒有在吃果膠的習慣 就是我是只有半碼才會吃果 對對對 太好了 是這樣 恭喜你 比照熱比較濕 還有那個賽道到尾段的時候 就有向下坡 就比較 所以比較輕鬆一點點 我覺得有點難跑 對 有點美麗的時候就開始下坡 對對對 就比想像中的有挑戰性 而且加上今天的環境也沒有 也沒有到很好做PD 幾公里有吃什麼果膠嗎 有 每5K吃果膠 每5公里吃果膠 出發前有吃嗎 也有 所以你總共吃了出發前一條 對 5 10 15 20 還是20沒有吃 20沒有吃 所以你總共吃了三條在比賽中 對 一條在比賽前 對 你們今天比賽過程中 補給策略怎麼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時候吃果膠 出發前有沒有吃 比賽中有沒有吃 我就是 出發前吃一包 8公里吃一包 然後 十幾公里的時候再吃一包 但是因為我今天 其實我之前已經接近要爆掉的狀態 爆掉的狀態 我以前為了沉積的時候 我都 就是水就這樣拿就喝拿就走 都沒在停的 我現在每個水站我都停下來 從第一個喝到最後一個 那桌子有十幾張欸 你喝十幾杯 我給我自己的規定就是說不要停下來 但水站沒辦法 因為水站冷很多嘛 只有水站可以趁機休息 水站能夠趁機休息 第一次感覺到水站很溫馨 水站現在還有那個 糖果是咬下去會 hookie的那種 像芒果乾那種 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我在補給站 沒有很特別 看到有什麼餅乾或吃的 鮮渣嘛 鮮渣現在一定有的嘛 然後那個小番茄嘛 然後香蕉 然後我現在最喜歡的是 很像那種 咬下去會hookie的糖果 那個有兩三種 這次我覺得那個蠻好吃的 過年的時候可以買 對對對 細胸 那鎧咧 今天的補習策略 我今天補給就是七公里補一包 然後後來十公里的時候 因為我要抽筋受不了了 所以我又再課一包 所以你就發現沒用 沒有 最後還是訓練不足 吃太多也沒笑 所以我就去喝水 那你有車鋪痛嗎 我沒有車鋪 我的腳一直抽筋 喔 我剛才差不多到 十六十七的時候 就已經很緊很緊 骨石頭 很緊很緊 對對對 就超緊 然後最後兩公里的時候 就沒辦法再加速 以前都會想到 在最後的時候加速 現在加不了 我覺得今天很困難 是因為濕度超高 然後到後面你們回來 太陽其實已經出來了 所以其實難度很高 這一場應該是 往年的長龍馬 可能是最熱的一次 我自己覺得 我跑過超多屆 有下雨 有很冷 今年是超熱 而且如果你前面不緊一點的話 你後面 賽道太陽的時間 就比別人更長 對對對對對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 賽道調查員 感謝我們最後兩位來賓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睿 我是你的教練的學生 蔡哥 我是你的教練的教練 蔡哥 我們太多帥了 下集見 掰掰 天灸 中一個月的學校 他在我期待 上一來賓 中一個人家 的業者 他沒有提供 靠北海洋 那輛 他非常十分 人家 得不及 因為